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廖宜輝 歡迎收看時間做手 究童跟各位分享一樣 不管做票也好 做旗幟也好 其實都可以很簡單 但是一定要有領先 而且可以實在系技術 就是我們在節目當中跟各位分享的 當我們擁有新金流觀念的同時 不用再像過去一樣死爆活爆 也不會像過去一樣有滿手套牢股票遺憾 只要跟著新金流觀念 用最踏實的方式一步步做下來 很自然的就可以創造出比票跟票獲利 但是很多投票股票一直做得很辛苦 到底原初在哪裡 揪同過去 你跟著市場當中的分析師去做 常常會發現資金的運用沒有效率 因為股票總是爆上爆下等上漲 不敢百分之間進出 加上持股過於分散 凹單不停損 會多不會空的結果 都是造成資金運用沒有效率的原因 同樣的 過去用的軟體 為什麼沒有辦法幫自己賺錢 因為你用的不是原創系統 所以沒有辦法真正的實戰 有太多的參數、模組、週期 全部要混自己猜 甚至呢 選股出來的支數、模組還會太多 還需要人工的訊息去輔助判斷 最重要的 買賣點常常會慢半排 沒有辦法完全做到單一 而且進去的買賣點 因此呢 各位可以好好去想一件事情 為什麼我所有的會員 都一定會用我本人手機的號碼 而且我百分還可以做到 價格、誠信、不合價 而其他的分析師或系統 為什麼做不到呢 原因很簡單 如果一個分析師或系統 可以長期幫客戶穩定獲利的同時 何必躲在業務助理背後 甚至每天的節目當中 辛苦做過度行銷、打折 還需要贈送資料不是嗎 而當你擁有時間做手的同時 你已經掌握住一個非常大的優勢了 因為這個系統呢 百分之百是我自己原創的 包括程式的部分 也是我一個人獨立完成 完全不需要委託外面工程師 在市場當中 其他軟體絕對做不到的 而在進場之前呢 會立經確顯示進場 停損、停利 上個價位一次的各位 我堅持只賺最好賺的 因為資金效益才高 就是因為操作有把握 所以每一筆大的進出 一定都是百分之金 多空門雙向 獲利自然就加倍 就同你所謂眼鏡的評估事實 也就同每天 我在節目當中 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樣的 跟著新金流關係去做 手上一次只需要持有 一檔股票就夠了 而且每一筆大的進出 一定都是百分之金 一定是百分之金買一檔 一定要百分之金 賣掉一檔之後 才有錢換下一檔不是嗎 就是要用最踏實的方式 以一步步做下來 從6月17號到今天 一個月的時間 你的100萬透過金流力量 已經幫自己創出 225萬的利潤了 而你的1000萬呢 透過金流力量 不是也幫自己創出 2250萬的利潤 但是 再回過頭想一次 在這段時間裡面 你如果還在過去 死爆活爆的方式做股票 甚至呢 還在用 不能實在軟體 幫助自己超股票 到底幫自己創出多少的報酬 因此呢 就是我在節目當中 會常提醒各位的 我說過去一條路 如果一路走來 都走得很辛苦 也走不通的時候 此此刻 就該花一條路 換個方法走的時候了 就同每天 我在節目當中 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樣的 我們可以一起來看喔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在7月13號這一天 這張股票100萬 賺了32.7萬 系統告訴我們 金融賺完 最好賺了一段 先把賺到錢 發一口單 接著換股增加報酬 13號這一天 系統告訴我們 再把資金 轉滿喬村這張票 接著賺它 最好賺了一段 K線 一起來看 好事到底有沒有 接連不斷的發生 13號 也就在這一天喔 系統告訴我們 把錢的票賺了錢 發一口單 再把資金 轉滿喬村這張票 接著賺它 最好賺了一段 K線 醜醜是要趕快買了 再次的 坐在較上面的便宰 短短的一天 兩天 你的一百萬 不是也幫自己 創出十萬的利潤嗎 好事 不是這麼在這發生嗎 所以呢 這張股票 當然也是一樣道理 一樣 堅持賺它 最好賺了一段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14號這一天 這張股票 一百萬 賺了十萬 系統告訴我們 已經賺完 最好賺了一段 所以 紅棒創新高 一樣最好的賣點 不要懷疑 也不要捨不得賣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事實 但當股票 賺完最好賺一段 你如果沒有時間做手 你只要賣 你捨不得賣 報到最後 會像過去一樣 一樣的 報上報下 又會浪費了很多時間 但是 當你擁有 新金流觀念 賺錢速度 可以再次往前加快 我們可以一起看下去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14號這一天 這張股票一百萬 賺了十萬 系統告訴我們 已經賺完最好賺一段 先把賺到錢 發一口袋 接著換股增加報酬 問題是 14號這一天 我們應該把資金 再換到 什麼樣的股票身上 很簡單 全部交給時間做手 我們只把時光回縮 回到14號這一天 很簡單的按 一件選股多 一樣 執行選股 三秒鐘的時間 系統告訴我們 明太這張票 接著賺它 最好賺一段 一起來看 好事 到底有沒有 接連不斷的發生 14號 也就在這一天 系統告訴我們 錢的話賺了錢 發口袋 再把資金 轉買明太這張票 接著賺它 最好賺一段 K線 醜醜是要趕快買了 再一次的 坐在教上面的邊桶 短短的一天兩天 你的一百萬 不是也幫自己創出 九萬的利潤嗎 好事不是這麼再次的發生嗎 所以呢 這張股票 當然也是一樣道理 一樣 堅持賺它 最好賺一段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四五號這一天 這張股票一百萬 賺了九萬 系統告訴我們金 賺完最好賺那一段 所以 紅棒 創新高 一樣最好的賣點 不要懷疑 也不要捨不得賣 再一次 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實 那張股票 賺完最好賺那一段 你如果沒有時間做手 你不知道賣 你捨不得賣 爆到最後 會像過去一樣 一樣的 爆上爆下 還像浪費了很多時間 但是 當你擁有 新金流觀念 賺錢速度 可以再一次往前加快 我們可以接著看下去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七月四五號這一天 這張股票一百萬 賺了九萬 系統告訴我們金 賺完最好賺一段 先把賺到錢 發一口袋 接著 換國證價報酬 問題是 四五號這一天 我們應該把資金 再換到什麼樣的身上 還是一樣 交給時間做手 我們只把時光回溯 回到四五號這一天 操作可以簡單明確易懂 很簡單的按一鍵選股多 一樣 自行選股 三秒鐘的時間 系統告訴我們 再把資金 轉買網家這檔票 接著賺它 最好賺一段 一起來看 好事 到底有沒有接連 不斷的發生 十五號 也就在這一天 所以呢 這檔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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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也不會是例外 一樣 堅持賺它最好賺的一段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在十九號這一天 這檔股票一百萬 賺了十九點九萬 這檔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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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擁有 新金流觀念 賺錢速度 可以再次往前加快 我們可以 接著看下去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十九號這一天 這檔股票 這檔股票一百萬 賺了十九點九萬 系統告訴我們基金 賺完 最好賺了一段 先把賺到錢 發一口袋 接著 換股增加報酬 問題是 十九號這一天 我們應該把資金 再換到 什麼樣的股票身上 還是一樣 交給世界做手 我們只把時光回溯 回到十九號這一天 操作可以簡單 明確易懂 很簡單的按 一件選股多 一樣 自行選股 三秒鐘的時間 系統告訴我們 再把資金 轉賣展惠科這檔票 接著賺它 最好賺了一段 一起來看 好事到底有沒有 接連不斷的發生 十九號 也就在這一天 系統告訴我們 會要賺的錢 發一口袋 再把資金 轉賣展惠科這檔票 接著賺它 最好賺的一段 K線 醜醜是要趕快買了 再次的 坐在較上面的邊看 短短三天兩頭 你的一百萬 不是也幫自己創出 十四萬的利落嗎 好事 不是這麼再次的發生嗎 也就在節目當中 該跟各位分享的五個金流 而已喔 事實上 從七月八號到今天 十個交易的時間 你的一百萬 透過新金流觀念 已經幫自己創出 八十五萬利潤了 而你的一千萬呢 已經幫自己創出 八百五十萬利潤了 但是到今天 還是用過去死報活報的方式 做股票嗎 還是用過去 不能實在軟體 幫助自己超過股票嗎 很多投資金在市場當中 都會非常想要知道 如果用最短時間 幫助自己把資金做翻倍 而在市場當中 要做到最短時間翻倍 一定要完全做到 敢賣敢賣敢換股 所有操作資金 一定要百分百資金 集中操作單單股票 絕對會像老派投資觀的一樣 總是分批加碼分散個股 再來 每一档股票 一定要堅持只賺最好賺的一段 也不會像老派投資觀的一樣 總是死報報的股票上漲 最重要的 一定要領先市場最好賺的買賣點 更不會像過去一樣 進去的時機 總是會慢的半拍 而時間做的第二條很簡單 所有操作 一定是百分百之一 集中操作單單股票 加上嚴格風險控管 跟領先市場買賣點 才有辦法幫助各位 用最短的時間 把資金做翻倍 就同你所看到的 這張股票 你如果沒有時間做手 你沒有辦法領先市場 很清楚 而且肯定的知道 340塊是這個階段以來 最好賺的賣點 難道每次都要等到大跌之後 再考慮報賣嗎 是不是來不及了 這次你會問我 我如何領先市場 知道340塊 就這個階段以來 最好賺的賣點 很簡單 要領先市場 一起來看會是比較快的 就同你所看到的 這張股票 在這一天我看到個事實 周線多 第一根紅色虛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一定是 這個階段以來 唯一最好賺的買點 當天除了給各位 明確進場點 停損點之外 停一點 當天就會直接給告 告訴各位了 那看哪裡 就是看當天正擺動均值的這個數字 他直接告訴各位 340.17 四捨無就是340塊 要全數賣出一張不留 進場當下直接會告訴各位 來到340塊要賣 後來再連續幾天大漲之後 最高來到353塊 所以我們設340塊一定賣掉 自然會有那張股票 會有大專業小壯遺憾 正在裡面浪費任何百貴時間 老派做法總是告訴各位 股票就是要抱著等著上漲 然後在跌下來過程當中要加碼 就如同最近的行運股 很多人是不是叫你這樣子做 可是這樣做的結果是什麼 你會發現 不只手上的資金會連環套 而且你還喪失了很多賺錢的機會 為什麼 因為資金套在裡面的同時 就沒有辦法活用 所以在這個時代 如果你沒有辦法快速的掌握住 資金的變動 死守一檔股票 或只是懂得加滿 而不懂得賣的同時 你會發現做你股票當然會很辛苦 同樣的 很多投票做股票會很辛苦 第二個原因是什麼 你會發現 你的財富一直沒有辦法累積起來 因為你沒有辦法像你一樣 把所有資金集中操作 在單的股票 單一個點位上面操作 好好想想 過去你做股票是總是 類似在拆的方法去做 常常買在前面等它上漲 一等不知道等多久 要不要等到大漲之後 再去做追價 追價結果是什麼 就是套了 然後在震盪的過程 或下跌的過程當中 你再去做加碼套更深 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但是跟著誰做交易團 很簡單而且很肯定 一個階段 永遠唯一這個最好賺的買點 就從這張股票 在這一天我看到個事實 周線多 第一根紅色虛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一定是這個階段以來 唯一最好賺的買點 既然是唯一 我所有客戶在這張股票 這一天怎麼做 一定是百分之百自己買進 那好事很自然發生 這張股票絕對不能模擬良可 沒有很多的但是可是 就是一個買點 然後一個點位就夠了 相同的 我在節目當中 從來不會跟各位 特別喬任一張股票 用掌勢賺錢的辦法 所以每一張股票 都是一樣道理 包括這一張股票 在這一天 我一樣看到個事實 周線多 第一根紅色虛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同樣是這個階段以來 唯一最好賺的買點 既然是唯一我所有客戶在這天怎麼做 還是一樣 百分之百自己買進 那好事很自然發生 好想想 過去老派投資觀念 老派的分析師怎麼做股票 不是買在前面等它上漲 要不然等到突破之後再去做追價 然後不是叫你加碼 而就是叫你警報不放 可是這樣的操作結果 你真的有賺到錢嗎 但是跟著誰做教導很簡單 我們要掌握就是資金的輪動 我們要掌握就是有把握的一個點 然後我們要掌握就是有把握的一檔股票就夠了 同樣的 我們可以再開一檔股票 包括這一檔股票 在這一天我一樣看到個事實 周線多 第一根紅色虛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一樣是這個階段以來 唯一最好賺的買點 既然是唯一 我所有客戶在這檔股票這一天怎麼做 還是一樣 百分之百自己買進 讓好事很自然發生 這檔股票就可以這麼簡單 而且非常明確 絕對不會再猜 究竟我跟各位分享的 會賺錢手上一次一檔股票 一個點位就夠了 絕對不是手上的資金去買了一大堆股票 那個就是在亂槍打鳥 要不就是手上的資金每個點位 只該買個一成兩成去試單 那從頭到尾都沒有肯定這個地方 是一個絕對的買點 那你買它幹嘛 那不是在猜嗎 也同樣的 究竟我在講當中跟各位分享的 我永遠只相信 只有客戶獲利的口碑 才是最好行銷 其他都是多餘的 但是 你想要跟著心經有關念 通常出比標跟標獲利 實際上並不難 你現在欠卷只是一個 親身體會領先實戰新技術的機會而已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到現場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到現場 這次您可以擁有高品質的六大保證 這次您可以選擇 有實力的分析師 有實力的系統 讓幸福的事每天發生 022-2389-8029 022-2389-8029 您需要消極的等待機會 您需要積極的創造獲利 其他頭部幫您啟動制勝的關鍵 發現財富的鑰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選擇 基地推薦 022-2389-8029 022-2389-8029 022-2389-8029 各位投資朋友歡迎回到現場 最後我們跟各位分享一樣 當他們擁有時間做手去做棋子的同時 就只有一口單 百分百當充 完完全全沒有流暢壓力 我們可以讓好事每天都會發生 就同這個地方結果 一定是一口單賺賠加總結果 就同你所看到的 台子06一個月過去了 贈這麼多 負這麼多 贈負加總之後 一口單可以贈3379.07呢 25天過去了 贈這麼多 負這麼多 贈負加總之後 一口單可以贈3482點 當然 今天跟著系統去做 好事一樣再次發生 今天跟著系統去做 你會做一筆對一筆 一口單賞呢 一樣可以贈272點 但是 很多投票過去也跟很多老師 甚至很多軟體來發操指數 財富為什麼一直沒有辦法離起來 原因是你用的是市場當中沒有辦法實在的工具 你遇到攀成盤會被多中雙殺 市價堆單會有非常嚴重的滑價問題 進場之前沒有辦法把停損停力先規劃好 所以常常會慢半拍 甚至呢 買賣點會消失 最重要的 有太多的參數 模組 周期全部要讓會員自己猜 因此呢 各位可以好好去想一件事情 為什麼我所有的會員 都一定會用我本人手機的號碼 而且我百分百可以做到 價格 呈現 不合價 而其他的分析師或系統 為什麼做不到呢 原因很簡單 如果一個分析師或系統 可以長期幫客戶穩定獲利的同時 何必躲在業務助理背後 甚至每天在節目當中 辛苦做過度行銷還需要打折不是嗎 而當擁有時間做手的同時 在進場的當下 系統就可以立即明確顯示 進場停損停力 三個價位一次都有各位 周期固定十分線做當沖 全數定價百分之百 完全不會滑價問題 每一天每一筆 我都一定跟各位對價對死 賺了賠的 我一定全部跟各位分享 沒有參數可以設 這個模組簡單明確 全部不用客戶去猜 就同你所看到的 今天跟著系統去做 你會做一筆對一筆 一口當沖呢 一樣可以振272點 當然我們還是看一下今天 每一筆的交易訊號 而這些第一筆交易訊號 在8.55分的時候 是一個延續盤不同步 反向做控訊號 我們可以直接來看電腦 一起來 就同你所看到的 這個是昨天的作業跟K線 本來在灰色線上 而這次接地跟K線 也在灰色線上 那昨天多 今天也是多 多方延續盤沒有問題 但是我說過 8.50分一定要看一下上下顏色 顏色不一樣 必須要倒過頭來做 所以收盤收定 必須設收盤加 17650去放空 一起來看 會不會成交 下一根K線最高來到哪裡 最高來到17660 定價百分百 全部都可以串成交 甚至呢 20分鐘之後 最高還有來到17665 因此你定價 絕對會有充足的時間 去成交所有部位 但是 千萬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一旦只要來到 系統中班K規劃支撐區 一口單 正272點 一樣要把它發一口單 也就是我們在節目當中 才會跟各位分享的 當我們擁有領先實戰新技術的同時 好事自然 每天都會發生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本投資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